說被根源出聲和認知 她的認知是無論視覺和經覺 就是從一個人出生 誕生到這個世界 非常主觀地看到 用看到這個世界 用眼睛看 用耳朵聽 他還不會有文字之前 他的世界 他的認識這個世界是用眼睛跟耳朵來辨認的 他的恐懼 他的快樂 他的感覺 感動 都是用眼睛跟耳朵 所以其實這個很有趣的就是 人類到很後面開始發明文字來記載他 然後人的學習文字也是比較後期的 早期他不懂得文字之前 他如果還沒開始學英文NBC 也沒有學某某某某 學中文的話 他根本沒有文字 所以他的世界最少是視覺跟聽覺 所以有電影之後 其實電影是在還原人的知覺 電影反過來如果用文學作品改變電影的話 他是反過來把一個透過更高的文明層次 文字應該是比視覺聽覺更高的文明層次 因為他要先發明文字 再發明文字怎麼去記載你的感覺 其實這蠻複雜的 文學創作也好 文學閱讀也好 他是一個人的事情 電影是重點的知識 一群人一直在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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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電影終於完成了 他的快樂不在於一個人 在於我們一大堆個人 大家會不斷的回憶怎麼拍這個鏡頭 演員只不知道我剛才可以隨便講一個電影 如果有好多故事 趕快去找那個演員 趕快想多少錢 他當初怎麼回答我 後來拍攝的時候又遇到颱風 電影的完成是一個集體的東西 那欣賞的時候也是集體的 我自己是先從事電影工作 再轉到電視 電視我等到我做了很久之後 我突然有很大的覺悟 電視跟電影結合了什麼 電影越拍越貴 電視越做越便宜 越來越延價 如果你要用做電影的方式去做電視 你會死得很慘 再次再次回答 了